为进一步促进中美两国人文交流 美国中国文化中心 于日前在洛杉矶工业市举办了高层聘职典礼 以及合作协议签字仪式 美国国会议员赵美新 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文化领事王景 洛杉矶社区学院理事五国庆 好莱坞著名电影制片人威廉蒙德尔等政要 影视名人社团领袖及艺术界代表 近300余人出席了聘职典礼 美国中和文化中心是在洛杉矶成立的一家非盈利组织 旨在向全球推广中国文化 并与不同文化进行交流与对话 中心主任肖武南表示 自7月2日中心接牌以来一直不懈努力 希望能突破固有的限制 努力实现文化的双向传播 而不仅仅是单向的传递 我们针对中美的这种交流的实际情况 我们将组建中美文化产业基金 来支持一是中国的文化机构到美国 无论是投资还是和美国文化机构的合作 第二呢我们要支持美国的文化机构到中国去发展 要支持美国的这些文化和中国文化机构的合作 那么第三呢我们要加强双边的教育机构的合作 为进一步完善文化中心组织机构落实交流机制到具体人员上 中心特别聘任中美社会和文化艺术界著名人士 共23人出任副主席 顾问委员会共同主席 专专业委员会共同主席 副秘书长等相应职务 我们希望聘请一些在美国中国有一定学术地位 有一定社会声誉 有一定专业知识荣誉的专家 学者还有社会名人做我们的顾问 一起来推动中美文化的交流 希望中美文化交流有一个国际水准的高的标准的台阶 当天美国中国文化中心还与三家合作机构 签署了战略性合作协议 并举行了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交流协会北美办事处的街牌仪式 凤凰卫视实习记者黄一顺洛杉矶报道